大家好 今天要聊的漫畫是 小田劍老師在畫麒麟王 也就是奇魂 之前的上一部作品 傀儡師佐進 沒錯又是小田劍 如果之前就有在聽這個節目的話 應該有聽我說過 小田劍是我非常喜歡的漫畫家 當然主要是因為他的畫風我很喜歡 特別是麒麟王後期的畫風 是我最喜歡的 熟悉小田劍的人 應該也都知道 通常他都會和別的漫畫原作者合作 只負責作畫的部分 原因是他很早就知道 自己不擅長創作故事 所以他後來的作品好不好看 其實很大一部分也都跟原作者比較有關 就算是跟他最多合作經驗的大廠東 也並不是每一部都很受歡迎 而老師目前最新的作品 笑波衝天 因為我對題材還滿有興趣的 所以應該會追下去 未來應該會在《長鮮少年》這個系列跟大家分享吧 今天要講的《傀儡石左鏡》呢 是一部充滿偵探推理漫畫經典元素的作品 90年代的日本漫畫市場 有一波推理漫畫的熱潮 帶起這陣蜂巢的領頭羊 應該就是1992年開始連載的《金田一少年事件部》 接著在1994年 另外一個經典作品《名偵探柯南》也出現 這兩部爆紅的推理漫畫 引發後續其他同類型的作品一個一個出現 但是大部分都沒有上面這兩部成功 1995年開始連載的《傀儡石左鏡》 也算是其中一個作品 這部作品是我高中的時候 一個跟我一樣喜歡麒麟王的朋友推薦我看的 雖然人氣沒有很高 只出了四本單行本 不過在當年大約1999年左右 還是有被動畫畫的 我有在電視上看過幾集動畫 其實還不錯 整體的驚悚氣氛 讓當時的我看了也是會怕怕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部作品呢 今天就讓我介紹一下這部不太熱門的老推理漫畫 《傀儡石左鏡》是1995到1996年 在週刊少年帳目上連載的 作畫的是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的小田劍老師 故事原作則是由《血樂魔》所創作的 他是專業的漫畫原作者 用過的筆名大概有六七個 他所創作過的題材滿多元的 其中偵探推理類型的故事 占了滿大一部分 但我其實沒有看過什麼他的作品 只有一部首種志從的傳記漫畫 《怪衣黑傑克》的誕生我有稍微看過 那講到推理作品 如果熟悉金田一跟柯南的話 應該一定有看過一些很經典的橋段 一種叫做暴風雨山莊 或是海上孤島的手法 讓角色們所在的場景 跟外界完全隔離 就像是處在暴風雨中的孤立山莊 發生命案的時候 常常會電話打不通 無法獲得警方的救援 也無法逃離現場 然後還會發生後續一系列的 連續殺人案件 早期的柯南也出現過幾次這樣的案件 讓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 看了覺得有點恐怖 不過柯南到了中後期 可能是為了要讓他更適合小朋友的客群 反而就比較少這類型 比較驚悚的故事 好 那回到傀儡時佐進 這一部作品既然也走了 偵探推移的路線 那這種稍微驚悚的 暴風雨山莊的題材 自然就少不了 除此之外 他還加入了日本三大傳統藝術之一的 文樂人偶劇 裡面的傀儡人偶的元素 其實一些日本傳統藝術中的 面具啊木偶之類的藝術品 有些看起來的確還挺恐怖的 加上小田健老師在這時期 到奇林王初期的畫風跟彩稿 都有一點稍微淒美的風格 這種淒美換個說法的話 就是有點陰森啦 所以綜合起來 這部傀儡時佐進在畫面上的呈現 就很有懸疑驚悚的氣氛 整體來說 故事中暗箭的謎題 雖然不到設計得很精妙 但都還算是符合當時的推理作品的框架 比較特殊跟有趣的點就是 傀儡詩這個設定了 他除了讓主角佐進 有一股神秘的色彩 另外作品中用佐進所操縱的木偶 右鏡 來表達佐進的另一個人格的方式 也非常有趣 而在推理的過程中 也有一些利用人偶右鏡 來模擬被害人或是凶手的人格跟心境 去推理的手法 也讓我想到一些 我很喜歡的香港的犯罪警匪片 這我後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先讓我簡介一下 人物背景跟故事劇情吧 接下來部分可能會有一點爆雷 如果介意的話 就再根據時間走快轉吧 主角橘左鏡是國寶級的人偶大師 橘左衛門的孫子 左鏡從小就很喜歡木偶 他最好的朋友就是他所操縱的木偶 這是一個在明治初年 由知名人偶大師所製作的古董人偶 左鏡會一邊操作人偶 一邊用附語素扮演著右鏡 把右鏡當作他的好朋友 有趣的是 在設定上 左鏡本人的個性 是個有點害羞腼腆的中學生 而他拿起人偶所扮演的右鏡 則是一個性格很外放的 畫很多的熱血笨蛋型角色 在左鏡靈活的操作之下 簡直像是真的有靈魂一樣 而當左鏡操縱著右鏡的時候 他本人又會變了一個性格 成為一個面無表情的高冷少年 而這個狀態下的左鏡 有著過人的觀察跟推理能力 在故事中扮演著偵探的角色 我稍微介紹一下第一個案件好了 第一篇《廢笑的復仇鬼》 就是很經典的 暴風雨山莊類型的案件 左鏡在旅行中 來到一個鄉下的城鎮 無緣無故認識了一個 要去廢棄學校參加同學會的女生 葉月 因為這個城鎮沒有旅館 所以左鏡送到葉月的邀請 到這個廢棄的學校借助一晚 又很剛好的 要到這間學校要先通過一座吊橋 城鎮跟學校之間的出入口 就只有這個吊橋連接 然後也很不意外的 當第一個殺人案發生的時候 這座吊橋也被毀掉了 果然是很標準的 暴風雨山莊的設定 接著就是一連串的殺人事件 在故事進行中 也看到了很多常見的設定 例如來參加同學會的人 在小時候有共同的秘密啊 或是那個大喊著 我可不想跟殺人魔一起待到早上呢 就跑到房間把自己鎖起來了 馬上就是下一個受害者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 犯人總是很喜歡花腦筋 把殺人現場變成一個密室等等 我想在那個金田怡跟柯南很紅的年代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這些設定 偶爾還會吐槽或嘲笑一下 覺得很老梗 但是我現在用一種 看懷舊老漫畫的心情來看的話 反而有一種 還是這種熟悉的套路 最對味的感覺 其實也挺有趣的 這部作品除了這些熟悉的老梗之外 比較特別的是 左近在關鍵時刻做推理的時候 會讓右近去模擬被害人的心境 或是模擬被害時的狀況 在進入這個模式之前 左近都會念一串 作者似乎刻意想要讓人印象深刻 成為經典的開場白 他是這麼說的 我的祖父曾經說過 傀儡師的賦予術跟毒心術很像 不僅止於模仿聲音 就連人的心聲也都能聽到 然後右近就會進入一個 像是被附身的狀態 左近可以跟他對話 來查出事情的真相 以這篇廢笑的復仇鬼來說 左近就讓右近化為第三個被害者 以被害者的聲音 重現他當時在密室裡面的心境 藉由左近跟右近的對話 討論出關鍵的證據 這種看起來有點像 招魂附身的手法 很有戲劇性 當然也會有一點讓人覺得毛毛的 彷彿真的有靈異事件一樣 但我覺得原作者原本的想法 應該完全不是想走靈異的走向 雖然有時候被附身的右近 好像會說出一些 只有真正的被害者 才知道的關鍵證據 但我覺得原作者應該是想把 左近腦袋中的推理過程 藉由這樣的手法去演繹出來 在其他的幾個案件中 左近甚至是為了給犯人設下圈套 才在大家面前表演這套 讓被害者附身合體的推理 所以我的看法是 這完全不是幽靈附身的概念 只是漫畫表現手法產生出來的戲劇效果而已 這樣的手法 其實我在一些香港的犯罪警匪片裡面有看過 我非常喜歡的香港導演杜錫峰 跟他合作多年的編劇《韋家輝》 在許多作品中都有用到這種天才型 或是有點瘋癲型的警察或偵探 在查案的時候會用這樣的手法來推理 2003年的電影《大之老》 劇情講到曾經是少林武僧的《大之老》 為了調查一宗凶殺案 在案發現場的打鬥痕跡中 把自己帶入凶手和被害者 在現場模擬重現了案發當時的打鬥狀況 來進行推理 這部推理的成分比較少 整體來說不是這部片的重點 但是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杜錫峰 開始用這樣的手法 2007年的《神探》 則是大量的用這樣的手法 來表現推理的過程 而且運用得很精彩 由劉青雲飾演的陳貴斌 是警隊中的破案天才 但是因為某個事件 他被認定患上精神病而被退職 他在辦案的時候 會在案發現場 扮演凶手和被害者 去感受兩者的心態 意圖找到犯案的動機 例如在調查一個行李箱 藏尸體的案件的時候 他會要人把自己 裝在一個行李箱裡面 甚至會要人把自己埋進土裡 來進行推理 但他表現出來的樣子 從旁人看起來 就像一個精神分裂患者在幻想 這部我非常非常喜歡 除了這樣的推理手法之外 還有一些十幾年後的現在 還是很讓人驚艷的設定 跟畫面呈現 包括了一些我後來才聽說過 關於容格心理學裡面 人格面具 persona相關的元素 推薦大家有機會 一定要找來看看 後來2013年的盲探 就比較輕鬆歡樂 扮演盲人偵探的劉德華 因為有過人的觸覺 聽覺跟嗅覺等等 在推理的時候 會讓自己腦中帶入被害者 和犯人的處境 去找到破案關鍵 畫面上的呈現 就是在一片漆黑中 連續殺人案的被害者 一個一個排排站跟他對話 以上這些算是我詩欽 推薦我喜歡的杜錫峰電影 這樣的推理手法 其實不夠嚴謹 不算是正統的推理作品 但在戲劇表現手法上 相當的精彩 回到傀儡師佐進 他在1995年 就運用了這樣的手法 在同類型的名作 金田一跟柯南之間 比較起來 其實也蠻有自己的風格 可惜後期應該是人氣不佳 看起來是被腰斬 那他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才導致人氣不佳呢 我們再一起來看看吧 到這邊我先來整理一下 這部作品我喜歡的地方 第一個是當時流行的 推理作品 該有的元素 在這部也都能看到 包括密室殺人案 暴風雨山莊式的情節等等 第二個是 傀儡師這樣有點神秘色彩的設定 加上小田劍老師 當時偏向淒美的畫風 營造出特別懸疑精蟲的氣氛 尤其是用右鏡 來模擬被害者心境的橋段 看起來就像被鬼附身一樣 第三個我覺得不錯的地方是 他並沒有像我印象中 比較中後期的柯南那樣 兇手殺人都是因為有苦衷才殺人 好像那些被殺掉的人都本來就不是什麼好人一樣 這部傀儡師左鏡裡面 有幾個案件的兇手 就真的只是喪心病狂 被慾望迷惑而已 被左鏡的推理揭發真面目之後 還會想要殺人滅口 另外也有一種 奸詐狡猾型的兇手 擺明的是自己犯下的案件 但是因為沒有證據 就一副你也無法證明我是兇手的樣子 還會在左鏡調查線索的時候 司機想要置他於死地 這些都是我覺得這部作品中有走出自己特色的地方 但是他連載到後期卻被腰斬了 單行本出了四集 最後還有一個案件因為稿子的份量不夠 沒有被收錄在單行本 現在也很難看到了 只有被收錄在日本後來重新推出的文庫版裡面 我覺得後期人氣不高的原因 可能是不知道為什麼 故事的走向跟氣氛開始有點改變 不像一開始走比較老派的路線 場景也不再是有點古老氣氛的 鄉下飛去學校 詭異的旅館跟博物館 或日本老宅等等 像單行本中的最後一個案件 就是發生在現代都市裡面 左近為了調查一個攝影師朋友的死因 槓上了黑社會販毒集團的首領 這個案件完全沒有前面幾篇作品 所營造出來的詭訣氣氛 感覺特別的突兀 雖然柯南跟金田一 都有這種比較生活化的章節 但我覺得傀儡師左近的招牌 就是那種古老的神秘感 甚至我覺得他老梗的地方 現在看起來更是他的醍醐味 可能一方面這種硬派的推理故事 對於故事原作者來說 每一個案件都要絞盡腦汁想出手法 要持續不斷的產出暴風雨山莊類型的 缜密案件其實是蠻有難度的 如果沒有持續的有高人氣 那製作成本實在太高了 所以才必須嘗試往其他類型的方向轉型吧 可惜最後沒有成功了 不過前面幾集的案件還是蠻值得一看的 如果喜歡這種懸疑 加上有點詭異氣氛的推理故事 推理大家可以去找來看看 今天的節目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的話 非常歡迎在你手機的平台上 訂閱這個節目 也歡迎把這個節目推薦給你的朋友 如果方便的話 請在Apple Pocket上給我一個五星好評 也歡迎追蹤我的IG跟FB粉絲團 這也是過期少年快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